2月11日 2023紫光上師全球布施健康大法會在加州聖地馬斯劇場盛大舉行 紫光上師親臨加州社談傳法 布施光環密宗大圓滿千古密法造福眾多山心 清洗元年紫光上師西渡美加各地弘法 以度眾生自救方法為真理 傳播佛陀教義 並於美國紐約上周創建聖山佛國 廣泛布施光環密宗健康密法 拉動東西方文化互動 教化東西萬千有源 佛學也是醫學 能治療人類身心靈 弘揚佛教文化 發展佛教宏圖 為創建真實而恒久的健康之家而無私奉獻 紫光上師智慧圓滿 顯密圓融 因大筆羅哲那佛之意 創立光環密宗 公開千古密法 布施梭婆眾生 為了人類健康與和平 紫光上師身體力行 尋回世界各地弘揚佛法 傳授解脫自救之法門 為廣大信眾指引一條修持成就的快速覺悟成功之道路 為人類解脫肉體病痛及精神煩惱 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美國加州深馬泰都郡長大衛肯尼巴爾代表 加州聯合式市議員王耀明博士 SAPA美中友好聯盟執行主席 美國亞裔領袖助選聯盟 聯合創神執行主席安德劉伯德曼教授 好萊塢著名藝術家代表 華裔著名編導堅毅等社團領袖和嘉賓 作為頒獎代表出席了法會 並為紫光上司頒發了《傑出慈善領袖獎》 阿粉劉伯德曼 道森博士 王玉凱 魏兆敏 Deevan Law等15人 榮獲郡政府頒發的《傑出慈善貢獻獎》 那麼我把紫光大師的上司的這個事記的話 給我們的county的superfighter報告了一下 大家對他都非常感動 我們的軍長的話委託我下來給他頒發一個獎狀 對他的工作的鼓勵這麼多年 在華人社區和亞裔社區當中宣傳世界和平 然後的話就是宗教大同這些 尤其在疫情當中幫助一些老人幫助社區 他做了很多的貢獻 所以的話我很榮幸今天 而且今天的法會也非常非常的成功 在這裡向紫光上司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感謝他和他的團隊傳播健康的聲音 人類和平的聲音 以及世界大同的聲音 我們的人類需要和平需要健康也需要大同 各個宗教各個文明需要互解進步和發展 我們希望紫光大師以及大師團隊 再接再厲傳播愛的聲音和愛的雄環 讓人們呢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 更能度過這個艱難的過去 據瞭解 全球布施健康大法會後 紫光上司還將繼續在洛杉磯傳法 並應信眾要求開設健康密法班和光環密宗密法條理班 與廣大信眾結緣 貢獻健康之家 華夏電臺記者 聖地瑪斯市採訪報導 詞出文言